各位好,我們今天下午的人像先生呢,是因為戴帽子人的耳 所以呢,我們的設計呢,目的呢,是讓這個光在茂園底下變快 然後呢,產生強烈對比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強烈對比呢 它雖然沒有光影,這個地方雖然沒有影子的粉擊 但是它實際上對比非常大 一個從最暗到一個最亮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色彩滿像這個附近 然後包括它的嘴唇、鼻涼、眼鏡的反射光 這幾個東西都是無關的 好,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全身 它實際上畫的,我們把畫布是放橫的 所以我們會放大其中幾部分 大約是會像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拍了一張它的姿勢可以校正的位置 所以大家如果第二節休息以後 我們就可以用主帶校正的姿勢 OK 好,來,我們來拍初始影片 instructions 準備空間 大家 bo會 各位好,我們第三階段了 沒有關係,摩特爾現在是休息時間 我就趁這段時間講解一下我的想法 後面有兩位同學進階班 我們會問到我的色彩怎麼樣畫 基本上我剛才所示範的就是有兩個階段 一個叫定位,就是眼鏡 定位從哪裡來?這個畫布的交叉點 它是右邊的鼻翼 用這個鼻翼來定位眼鏡這幾個點 然後眼鏡的點定位出這個帽圓 然後就再加大手塊 所以都是定位,然後給色塊 定位色塊,定位色塊,定位色塊 都好了以後呢,在微光底下 你看光是從裡面來的 在微光底下,我們開始埋入色彩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 然後呢,埋入格紅 這是Crinus Stone的Gross 這是玫瑰喉紅畫 然後你會看到這個畫 所以說即便一幅畫呢 任何的時候都是一幅畫作畫 不一定要完成 這就是這個道理 然後我們開始來製作 這個眼鏡鏡片堅硬的感覺 我們開始刮刀 你會看到厚圖 我們把它放乾 乾了以後呢 我們再把顏料擠到這個 花布的縫裡面 花布都有一個小口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產生 在鏡片裡面的道 這個兩層的光影 它就會產生出來 它有一個堅硬的感覺 待會我們就這樣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天色暗了 所以你們看到臉上的這些光線 都其實跟我們原來的光線不太一樣 可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設計的是色彩的區域 冷光色彩的區域 冷光色彩的區域 然後一直到這個地方 所以色彩的埋入 一開始我們就埋進去 所以我們就不用擔心我們色彩 尤其像現在 現在應該快四五點 光不見的時候 色彩幾乎很難很難發現 但是我們事先就埋入 就說有困難 那整個 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大概回憶一下 就是我來 再規復一下 第一個我們先 把交界做出來 剛看到的是這樣子 因為它的暗面在這裡 它的暗面在這裡 從人像就可以看到 暗面的經過是這樣 因為光站過來 所以你看我們的交界是這樣畫 所以跟筆觸也有關係 我們形成了很多橫向的筆觸 交界有了以後 我們就開始做一些簡單的定位 首先我們做的定位就是帽子的定位 我們剛一開始我們就看到帽子的定位 好了 它的精確 因為它交界中心點在這裡 從中心點定位的眼鏡 跟嘴 眼鏡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大色塊 把這個兩個邊的定位都做出來 後來呢 我們發現我們帽子花太大了 我們就又開始做一個雕刻的方式 我們選擇一個藍色來雕刻 這樣就可以避免到色彩混濁掉 大概是這樣 我們繼續拍最後一節 謝謝大家 我們剛剛沒錄到 我們剛剛沒錄到 我們剛剛要謝謝 摩托兒 陪我們等一百分鐘的畫畫 也感謝兩位同學 坐在後面 被我不斷的質詢 關於觀念的部分 怎麼畫 好 那我們今天的創作大概就到這裡 我們下回再見